再來看我們台天有一個祖宮好早 暗天在台北車頭的時候 結果有一個路客為了 要讓他的親家朋友都可以坐車 所以在火車門在關的時候 向向純粹去作動 甚至又把這個車門求給開 雖然說這個鐵路警察 沒有在第一時間接到通報 但是現在已經開始在調查 後手會照鐵路法來出發這個路客 外交為車門就要關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 有啦 上來了 三百人關心用手把門關起來 不讓那個車門關起來 沒想到說這樣很危險 只聽到聲音 但車沒有動 車門也沒有關 就會努力看看 但如果車子已經動了 車門已經正要關起來 我就放棄了 我會留下來等下一班 我也會留下來等下一班 對對對 因為我不喜歡用跑燈 中陰國的情形發生在台北車站 一台離一宿辦處 出境好列車 十七晚上十點完 在在北方車界的時候 車門向向休閨 最算警方無知六部案 就要概立調查 的依法來採取 只要是相關的鐵路法六十八條 相關可以花一百萬塊 代替是非營 回家進行 回家從地的車車的台幼 等五百至十六 請問幾個時 不要共產車被騙去 檢查後依鐵路法六十八之一 及七十一條 寒宋交通部鐵道具採訪 他車門打開了 沒有沒有這個連動 車子就開始運行了 我告訴你 那嚴重性反而大 關鍵就是說 他會對於行車安全 乘客的安全有疑慮 台中文書系統 人家的總法是八百種 一位抱人在車門打開之後 兩個輪流走來走去在算 另外台天又發生 路客公自己困過沉 有時把車動早上救來 造成那車快急動車 另外有人在列車 整門進行 腳一直存到車門外面 車門沒有要到關起來 沒有要到來發車 先家出頭一堆 保管也是不要做的危險 也是陷害的事情 如果不可能控制 會影響這個安全 記者送給報道